未经南北朝 从公元220年曹丕篡案称帝 至589年随灭陈朝 共计369年 这期间出现了48个政权 只有西晋维持了短短几十年的大一统局面 其余便是割据混战时代 永家之乱 八王之乱 肥水之战 这些战乱足以让百姓 名不聊生 为什么说 未经南北朝是历史上最乱的时期 公元220年 把汉县帝拉下金鸾殿 自己做了皇帝 于是汉朝正式灭亡 北方全部归曹魏统治 而南方的蜀国和吴国 纷纷学着曹操的子孙 自己做了皇帝 但好景不长 公元265年曹家就被司马家取代 建立晋朝 史称西晋 晋武帝司马炎建立西晋之后 起初社会稳定 形势大好 但是 司马炎的儿子 晋慧帝司马中 却是个无能的人 和不识肉迷的典故 就是出自于他 偏偏司马中有个不安分的皇后 贾南风 野心极大 贾南风想要独掌大权 便在各藩王之间纵横百合 最终引起各藩王 互相攻伐 酿成了长达十六年之久的八王之乱 八王之乱 我们后期会单录一期视频讲它 八王之乱的后期 成都王司马尹派部下匈奴人刘渊 向北方的匈奴借兵 想要大干一番 不料 刘渊看到西晋国立空虚 便自立为汉王 定国号为汉 使称汉赵 成了五湖十六国的第一国 自此 五湖十六国便拉开了序幕 公元317年 西晋皇室南渡江南 司马瑞在建业延续进朝 史称东晋 随后的时期 中国北方便陷入战乱之中 匈奴 鲜卑 杰 枪 低等 五个主要少数民族 粉末登场 先后建立了二十多个政权 其中 有十六个实力相对强大 所以又称五湖十六国时期 当时 跟着晋朝皇室往南边逃的 还有北方的一些世家大族 这些人 把中原的文化带到了南方 所以 后来大家就把这次逃跑 叫做衣冠南渡 衣冠南渡后 朝代从西晋进入了东晋 司马懿的子孙们完成了逃跑 就开始在南方归缩防守 中东晋一招 再强大的北方政权 也奈何不了东晋王朝 司马家的人 很多都是婚用无能 交涉淫义之辈 却愣是守住了南方 可谓干啥啥不行 防守第一名 不过 外面的敌人好对付 自己家里的敌人 就搞不定了 公元四百二十年 东晋王朝的大功臣 帮朝廷平定叛乱 收复师弟的宋王刘裕 一脚把皇帝踢开 自己做了皇帝 于是南朝正式开始了 南北朝这个词 其实没别的意思 就是南朝加北朝 人们常常把 魏晋南北朝连在一起讲 历史上的南北朝 和魏晋一样分裂 一样乱 北朝有五湖之乱的光荣传统 而南朝就比较简单 南朝历史就是 换个朝代名 换一家人 做皇帝 公元四百二十年 刘裕灭境 建立宋朝 史称刘宋 刘裕称得上一个 英明神武的皇帝 但他的子孙 一代不如一代 公元四百七十九年 南南衍州刺史 萧道成起兵反叛 灭掉刘宋 建立齐朝 史称南齐 南齐的历史轨迹 与刘宋如出一辙 老子创业 子孙败家 公元五百零二年 雍州四十萧衍 攻入建康 结束了南齐政权 建立了梁朝 萧衍及梁武帝 狼牙邦里的皇帝原型 即为梁武帝 梁武帝初期还算立经土制 但是到了后来 便开始笃信佛教 乱理朝政 据史书记载 梁武帝曾四次撂下摊子 出嫁为僧 他出嫁不要紧 却苦了一般大臣 毕竟国不可一日无君 众大臣无奈 只能大家凑钱给寺庙 把皇帝给输回来 在这样的情况下 最终发生了侯景之乱 萧衍被幽禁 最终活活饿死 公元五百五十七年 通过讨伐侯景 成长起来的陈霸仙灭良 建立了陈朝 划分两头 南朝开始的时候 北方还乱着 逐鹿中原的各个都是英雄 而且绝大多数都过了一把皇帝的瘾 慕容市是鲜卑族人 北方再乱了一百多年后 被一只鲜卑族人统一 不过不是慕容市 而是拓跋市 公元四世纪末 鲜卑族拓跋部 在北方建立了一个政权 魏 这个魏不同于曹家人的曹魏 史称北魏 公元四百三十九年 北魏统一北方 人们看到了全国统一的希望 南方和北方都只剩下一个政权 只要再少一个 全国就统一了 按照常理 北朝 南朝都会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 然后把对方灭掉 不过北魏孝文帝却不这么觉得 他的心里一直就认为 南朝比北朝好 所以北魏要向南齐学习 鲜卑人要向汉人学习 北魏最初的首都在平城 金山西大同 孝文帝一道命令 迁都洛阳 北魏皇族最开始姓拓跋 孝文帝一道命令 全部改姓缘 神雕侠侣里那句 问世间情势何物 执教生死相许 出自元代大诗人 袁浩问之首 袁浩问就是北魏皇族的后裔 不管怎么样 孝文帝的改革 加速了北方民族融合的进程 也加速了南北统一的步伐 但没过多久 北魏就灭亡了 北魏完全厌弃前 因为信仰和种族的分歧 分裂成东魏和西魏 不过 不管是东魏还是西魏 实际掌握朝政的人都不信脱拔 西魏的老大是宇文泰 他带领的团队 就是被陈寅克先生 一再强调的关隆集团 东魏的老大是高欢 他的子孙里 有一个特别帅 就是兰陵王高长公 这么牛逼的人 不会甘心只做影子老大 不久之后 两位老大的儿子 正式建立属于自己的王朝 西魏变成了北州 东魏变成了北齐 北州 北齐两个政权 无论从什么角度看 都是北齐牛 你看兰陵王多帅 就知道北齐皇室的基因有多好 但没办法 北州那边 皇帝的数量比北齐更多 宇文泰和他领导的关隆集团 汇集了这个世界上最稀缺的一种资源皇帝 宇文家建立了北州 杨家人接着建立了隋朝 李家人随后又建立了唐朝 北齐皇室在牛 也没法和一群皇帝打啊 所以最后的结果就是 北州灭了北齐 重新统一了北方 不过北州灭了北齐之后 宇文家没高兴几年 就被自己手下的杨坚给取代了 杨坚取代北州后建立了隋朝 而且在不久之后成为了南北朝乱世的终结者 公元589年 隋军公路建康 将南朝纳入版图 历时169年的南北朝终于宣告结束 有意思的是 隋军灭臣的统帅 后来的隋阳帝阳广 当时爵位正是晋王 整个南北朝使御静中御静 真是一言难尽啊